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跌幅3.6% 另外国企指数这个星期也是跌了3.6% 彭森科技指数跌幅这个星期是达到3.7% A股方面这个星期也表现偏软的 而且看到那个成交明显的萎缩 星期五的成交跌到8,100以下 互升两次的成交加起来还不到8,100 上阵中指这个星期是下跌了1.5% 互升300这个星期是下跌2% 深圳层指这个星期的跌幅就接近3% 美股方面刚才提到就是由于上星期五 鲍威尼的言论偏樱 所以让市场担心未来连数据还会继续的升息 而且本来预计明年有机会开始降息 现在预期也有所减弱 但是美股下个星期会怎么表现 我觉得还是要看星期五晚上公布的 美国8月份的飞龙数据 如果数据出来显示那个劳动市场 还是非常的强劲的话 那恐怕年数据会继续的 很进取的加息 对股市会带来压力 但是如果那个数据出来是比较温和的 甚至是低于预期的话 那让市场对升息的忧虑降低 那美股可能可以有所回稳 而港股最近我们也看到 是相当受美股走势影响 所以下个星期港股表现还是要看 这个星期五晚上 那个美国的就业数据和数据公布以后 美股的表现 技术上我看恒生指数呢 基本上还是在大概19,500点 到20,200点之间财富波动 如果19,500点是失守的话 那下一个支持位大概看是19,200点 谢谢师傅的讲解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荆州的焦点题目 然后呢 这刚才房师傅也提到就是 由于鲍威尔 他的演讲影响到那个美股都大跌 一直跌到今天早上收市 才稍微闯定 而且呢 美国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呢 梅斯特 他也表示联储局呢 将继续加息 即使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明年不会减息 可能会直至看到通胀的回落 那么对于这个强硬的措辞呢 和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对A股及港股影响大吗 那当然我们知道 影响A股跟港股的 不光是美股这个走势 还看其他的 比如说中国的宏观经济 还有香港的本地的经济 但是最近就 港股跟A股都缺乏利好的消息 所以呢 就比较受美股的那个市场气氛影响 这个星期日 中国也公布了官方的和财新的 采购经理指数 指数出来呢 没有一定的方向 我们看到那个官方的 技造业指数 8月份呢 比7月份是轻微的回升 0.4% 但是还是处于50 这个临界点以下 8月份是49.4% 而财新中国的技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呢 8月份是下跌的 从7月份的50.4% 下跌到49.5% 所以两个技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表现有点分歧 另外在服务业方面呢 比较一致 官方的8月份的非技造业的 那个采购经理指数是52.6% 比7月份下降了1.2个百分点 还是处于50的扩张区间 所以呢 那这反映了因为那个内地的疫情 比较反复 还有就是现在高温少雨的天气 影响了那个 导致供电紧张 也影响了技造业的活动 数据出来不是太理想 但是又暂时没有见到一些政策 公布去稳经济 所以A股呢 就变成对A股来说 没有很大的刺激 因为20大快要举行了 这段时间市场也倾向观望 有什么政策上的变动 会影响经济和股市 就是还是要观望 嗯 这些观望 那么星期三呢 股神呢 必非得的他的投资旗舰 巴骏开始减持比亚迪 然后呢 就拖累到股价的急跌了 7.9% 昨天又跌了9.6% 大概4%左右 那么师傅怎么看比亚迪的前景啊 其实现在看他的前景 比亚迪的前景我们是一直看好的 他是所有新能源汽车里面的龙头 他具有自己的电池 刀片电池 也有汽车奔道体 而且他的那个生产基地 也遍布中国不同的地区 不会受局部地区限电的影响 但是问题现在是前景 对他的股价暂时起不到作用 因为市场担心 如果股神的公司 巴骏继续的减持的话 那会把他的股价 可能会越卖越低 在上个星期呢 根据联交所的资料显示 巴骏减持了100多万股的比亚迪 可以说是开了低仓 那市场就担心 还有其他会继续的第二仓第三仓 所以呢 短期股价呢 我觉得还是会受压了 很多本来想买的都 都预计会有 可以有更低的价位买 那为什么要继续去买呢 从技术上去分析呢 比亚迪的股价之前在 261元到302元 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区间 那现在跌破了261元 按那个量度的跌幅去算呢 我们看那个下一个下跌目标是 220元 其实这个星期四跟星期五 它的低位也跌到230元以下 我相信未来很大机会会考验 这个220元的支持 如果220元失手的话 我们看下一个支持位是 205元 那什么将会买如何是 现在我觉得最好是等 巴俊进一步的减持 不要太早去就进场了 谢谢 然后据报道呢 阿里网易百度 将成为第一批 接受美国上市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 在香港审计检查的中概股 那么接着然后呢 可能是就是京东百胜吧 请问这些牌前卫数查的科企呢 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而且它这个会对股价带来利好 还是利弹的影响呢 我担心呢 会带来利弹影响会比较多 利好就带来利好影响的概率 可能比较低 因为你这个审计呢 就要看那个审计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不合规的东西 合规的是你应该的 对不对 你合规不会刺激股价上升 因为那个是你应该的 不合规的话 如果发现有不合规的地方呢 那就对股价会带来一定的 孤受压力 所以这几家公司 现在是第一批 去在香港进行那个审计 可能未来会有一些审计的结果 或者是那个 一些消息放出来 对股价会带来一定的波动 谢谢 昨天呢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 曾经呢 就是集错大概2% 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嘛 它拟禁止这些公司呢 向中国输出部分的先进的晶片 然后辉达超微啊 都分别重挫了10%和7% 高通应用材料也跌 那么呢 中国的国策是大力扶持 这个晶片业发展 请问师傅怎么看中兴啊 紫光国威等晶片龙头股的走势呢 其实我们看晶片呢 有很多种类 现在美国政府禁止 NVIDIA跟AMD去出口 卖给中国的晶片是AI晶片 主要是担心会用在 中国的一些军事的武器上 增加中国那个武器的那个威力 但是这个AI晶片呢 暂时可能中国本地的晶片企业 也没有具备这样的技术跟工艺 所以才需要像NVIDIA跟AMD去买 这个是一方面的 所以你大力扶持 但是有没有那个工艺设备 做晶片 比如说现在中兴也很想做呢 是更先进工艺的一色晶片 像7纳米 5纳米 3纳米 甚至是2纳米 但是要做那个晶片 有两个东西是必须有的 一个就是那个光刻机 另外一个呢 就是那个软件 去操控光刻机那个程序 如果没有这两个东西呢 你要做那些7纳米 5纳米 3纳米 2纳米的 应该是很困难的 除非有国产的那个光刻机 国产的一个软件去做 所以这方面呢就 政策当然是要扶持中国的企业 但是能不能取得必须的设备 跟那个软件 硬件跟软件呢 这个可能就暂时来讲呢 可能在美国方面会还不会有一定的计约 可能中国自己发展呢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那么师傅怎么就是看待下个星期有什么好的板块介绍 这个星期我们看到那个电力股 我不知道上个星期有没有讲就是电力股跟煤炭股 上个星期是讲煤炭股 对啊 那煤炭股这个星期我们看到 比如说眼矿还有那个中煤能源 那个股价都逆势上升 跟煤炭也相关 相连度很高的就是电力股 特别是火电股 因为现在受高温少雨的天气影响 水电的发电量大幅的降低 变成增加了对火电的依赖度 而今年呢 那个煤价也不像去年那么涨的那么厉害 变成对电力企业来讲呢 今年的营运环环境呢 比去年有所改善 而且呢为了稳定电力的供应 也有一次政策相关的政策出台 像星期五就有一个政策 内蒙股呢取消了一些高耗电的行业的优惠电价 那代表他们都要买没有优惠的电价 对电力企业来讲呢就是增加了这个收入 所以也是利好电力股了 谢谢师傅 那么我们今天来总结了 本周的股市情况 还有相关的汽车网络 及晶片板块的个股 和下周的预测板块 就是电力股板块 大家敬请留意 然后今天的灰力周末报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下周的预测板块